立法院召委选举 国民党立委集体亮票 展现团结一致 原本传出离让民众党召委 最后没有成心 跟民众党不管是在法案 召委以及委员会 各方面的合作 我们都会展开双倍 民众党团 非常的客气 并没有提出任何委员会召委的人选 希望在第一个会期 能够来就任 投票结果除了内政委员会 分别由民进党吴奇鸣 国民党里让的五党及高金素媒出任之外 其余七个委员会 都由蓝绿各自拿下一席 他能力比我好 他还是比我资深 但是我在想 替老百姓做事 或者争取法案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当召委 民众党最终支持国民党推派的人选 原本被点名担任交通委员会召委的林国成 表态支持国民党立委陈雪生 这两个政党的合作 我觉得社会的疑问他们继续回答 未来我们在立法院 特别是民进党或者执政党 要面对的局势会更加艰困 这个我们会有所体悟 而卷入前见风暴的资深立委马文军 已确定出任外交国防委员会 招伟 另外民进党立委刘建国 错将选票盖给自己 意外跑票 但为影响选举结果 成为投票插曲 新唐连辰黄亮剑林玉堂台湾台报导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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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